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我们守护万物山行动小组 来到行政院前面 带着这些海洋生物 我们来包围行政院 我们怎么能够接受一个 不及格的能源转型方案呢 守护万物山的基隆护海公投 就是要告诉行政院和经济部 以及基隆市政府 我们必须悬来热马 非要用破坏海洋生态 来作为转型的代价吗 爱海护海要永续 爱海护海要永续 勿让世界回海域 勿让世界回海域 生态经济可两全 生态经济可两全 错误政策勿向前 错误政策勿向前 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 发动了第一个地方性公民投票 为的就是第四天然期接收站 悬址在基隆的万物山澳 两年前的今天 政府公布国家海洋政策白皮书 比拼要向海自信的政策 普章将打造生态安全 繁荣的优质海洋国家 但是我们看到两人过去 空流口号 我们国家的海洋 能不断的遭受这种开发威胁 从三阶的藻礁 四阶的珊瑚 到五阶的白海困 我们的海洋随着能源开发 不断的受到侵害 政府一直都没有很积极的 去寻找两全的一个方式 市场民间从来就没有反对 协和电厂转型为其他 污染更低的能源 只是有意见的是 不应该去填海造地 而且我们认为所谓的低污染的能源 也不一定要是天然气 以协和电厂环缩输出的资料可以看到 协和电厂转型后 高碳排的天然气 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每年是623.4万公吨 那协和电厂在108年底的时候 它的一二号基础已经处立了 在去109年的时候 协和电厂的污染 的那个碳排放量是183万公吨 对也就是转型之后的碳排放量 是转型前的3.4倍 事实上天然气根本不是一个低污染的能源 如果政府真正的重视能源转型 我们认为以协和电厂来讲 应该要考虑一步到位 直接转型成再生能源电厂 例如前的电厂附近 不到3.4公里左右 就有一个心脉海底火山 学者已经不认定它是一个火火山 我们在一个火火山附近 去开发一个天然气的接收站 然后填海造地破外生态 把除草设置了离火火山更靠近 我们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台湾既有的12座天然气电厂 并不是每一个天然气电厂 都有搭配设置接收站 绝大多数的天然气电厂 都是通过转线去输气 通过例如海管 那我们认为你也可以考虑 既然我们有那么多的接收站 甚至三间过关之后 现在又跑出了一个六间跟七间的计划 我们认为即使一定要干天然气电厂 也可以考虑用海管输气 不需要填海造地 甚至场面在协和电厂转型之后 也会有很多空出来的地方 比如五座除油槽 拆除后这个地方会空出来 四个机组转型成两个机组之后 也会空出来 这些空间都可以重新检查它的配置 如果觉得安全距离不够 也应该去学国外的经验 去找一些比较小型的除草 重新配置 尽量在既有的空间里面去充分的利用 而不要填海造地 我们基隆人因为协和电厂的重油 忍受了空污四十多年 其实现在电厂的转型是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期待的 排电将电厂的转型跟就是接收在填海造地打包 要逼我们基隆人吞下牺牲海岸的这个脆烂的方案 我们在基隆市议会里面 也不断的碰声疾呼 要求基隆市政府必须要严格的来审视 台湾电力公司在四街开发案的标准 但是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说过说骗了所有的话 都没有得到基隆市政府的任何回应 原来基隆市政府早在2020年9月 就已经直接发函给台电 表示原则同意四街在基隆市的水产动物保育区进行开发 昨天苏贞昌院长到我们基隆的东岸海岸 去参加城市博览会 跟林又昌市长一起宣誓海洋城市的治理典范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行政院或是经济部 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各地接收站设置 尤其在我们基隆的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造成了这么大的争议以及海洋破坏的计划 从来都没有去搜索 再次要求经济部 行政院还有基隆市政府 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现在向海致敬的政策 真的拿出我们海洋城市的治理典范 我们下期见